农历年节结束之后 全台各地的血液库存量拉了警报低于4天 所以台湾血液基金会在此呼吁民众 前往各捐血站踊跃捐血 来舒缓医疗用血短缺的情况 农历年假结束开工以来 因为气候影响民众捐血意愿不高 加上很多民众年假出国旅游 回国后必须14天才可以捐血 另外还有近来日夜温差大 感冒民众也增加 这些原因都影响了捐血人的捐血间隔 由于冬季心血管疾病耗发的几率较高 心脏外科的用血量增加 而疫情渐渐稳定之后 不少过去延迟的手术也都在最近安排开刀 因此整体用血量高出许多 根据统计从112年1月1号到2月7号为止 血液供应数量较去年同期成长了4% 但捐入数较去年同期短少了6% 呈现入不敷出的窘境 截至9号 全国协议安全库存量低于4天 呈现急缺的状态 因此台湾协议基金会再次呼吁民众 只要符合捐血者健康标准 请大家踊跃到全国各地捐血地点捐出热血 帮助有用血需求的病人 捐血地点可以上台湾协议基金会官网查询 接着是民众们齐新店采访报导 接着是民众的病人